中国好声音绝出五强,他们分别是 来自李克勤战队的五颗月和贺三 李荣浩战队的王静文 光丰战队的姚小棠 以及廖昌勇战队的陈文飞 五颗月最终得分87.5分 王静文得分86.5分 姚小棠83分 陈文飞75.5 贺三72.5 张禄星61.25 王兴60.0 黄红浩51 李克勤战队双双晋级 有些出乎意料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 评委对贺三用心的一个认可 不过从临场发挥来看 王兴的表现其实也是值得一提的 正如汪峰所说的一样 他从王兴的歌声里 感受到了花开的样子 他从歌声里传递出来的情感 让汪峰感受到了 而且汪峰还说 他其实早就在短视频上 听到过王兴的声音 在众多网络歌手中 汪峰唯独能记住王兴的声音 说明王兴的歌声里 有汪峰能听懂的东西 随着中国好声音赛事 进入高潮的阶段 姚小棠一直被认为 是夺冠热门之一的选手 在上一场十一禁八对决中 姚小棠的一首太阳 征服了51位评审团成员 拿下了全场最高的51分 姚小棠的唱功还是很了得的 无论是激情澎湃的太阳 还是温情可居的想念女人画 他都很好的通过歌声传达出 诠释出某种情感 很抓人 坏就坏仔 姚小棠在演唱完想念女人画之后 在回忆起上一期 获得全票51票时 说了一句疯了吧 花哨马上接上话茬 说你们呢 说你们呢 给人第一感受 真的是在说评审团的人 和200位大众评审不够严谨 虽然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句不经意的话 而且姚小棠当时的演唱 确实值得这样一个高分 但其实多少都会带给 专业评审团队 一种负面的东西 而从51位评审打分的情况看 前面四排满票 但剩下的几排都有缺票 从总分来看 姚小棠的得分 要比王静雯少3.5分 用真心说真话的王静雯 唱哭了极客俊意 王静雯是一名原创型歌手 上一期 王静雯因为临时更改歌词 导致他在场上演唱 广时忘词 而这一次他吸取了经验教训 一首完整的说说话 甚至唱哭了极客俊意 王静雯之前是一名蛋糕师 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音乐 专业学习教育 所以在他创作的歌词里面 没有太多的华丽词早 和经过专业打磨的痕迹 更多的只是 他切身的经历和体悟 是发自内心的真话 在王静雯说说话这首歌里 极客俊意说 王静雯之所以唱哭了他 是因为王静雯的一句 毕竟那几年只有他为你鼓掌 这一句歌词 是极客俊意的切身感受 庆幸的是 王静雯在这样一个小小年纪 这样一个刚刚好的年龄段 通过中国好声音这样一个平台 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他是幸运的 他所经历的磨难和痛苦 跟很多人比起来也许真的不算什么 贺三的用心得到评委的认可 贺三也是一名创作型歌手 本次演唱的歌曲 这颗心等风来的原唱是刘雨彤 他2016年凭借《等你来》 参加中国好歌曲选拔赛 成功进入刘欢会下 贺三对这首歌又进行了再创作 而且大部分的构思 都是根据他自己的构思完成的 所以唱出来的味道 与刘雨彤的味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如果说刘雨彤唱《等风来》 给人的感受是 风真的来了 那么贺三所唱出来的感觉就是 塞外草原上 一个男生对女生爱的呐喊 所以说贺三对作品的用心 是得到了评委的认可的 正是这样一份用心 送他进入中国好声音的舞墙 唯一男丁王洪浩表现太马火 王洪浩是最后一个上场的选手 也是八强中的唯一一个男生 他在上场前就唠叨了一次 他是全场唯一的男丁 把他放到最后很合理 在唱完后又来了一遍 但是他其实似乎没有扛起唯一男丁的大旗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原创歌曲的再创作 或者说再改编力度不大 唱出来给人的感觉与原唱的曲调差不多 相当于是在舞台上重唱了一回放声 二是在台上演唱的时长太短 他从19分20秒开始演唱到21分55秒结束 一共就花了2分35秒 中间还有一段近10秒钟的伴奏 也许是歌曲本身相对较短的缘故 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他在说这首歌的情感表达上就很难有升华 也就是经常说的不打动人 这或许也是王洪浩压力大的结果 当然从总体上说 上一场的每一位选手都已经有很努力了 也让观众享受了一场大型多位的音乐盛宴 期待下一期的节目更精彩